你们好,我是艾琳 你们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诶,怎么这个时间还出国 那其实我今天这一集放着飞机影片 还有我接下来会在频道上面发的 日本马来西亚的影片 都是我在之前拍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回来台湾 已经快一个月了 现在目前身体都很健康 也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那其实我自己接下来的行程 也蛮多变动的 像是我原本拍好 要去蜜月的机票也都取消了 其实也不只是我 就我自己知道 身边也有很多人都有取消一些旅游的行程 所以我接下来也会规划说 会有比较多的影片会在台湾拍 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出国行程 那其实我自己身边 有一些旅行观光的业者朋友们 那其实很多人 他们真的是现在 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放无薪假 或者是没有底薪这样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段时间也真的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那我最后还是决定说 就把之前拍的影片还是把它做出来 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所以有一个 简单的小片头跟你们说明一下 那我接下来的动态 我也会比较及时的 在我的IG或Facebook上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 我们的飞行体验正片吧 GO 你们好我是Aaron 那今天这一集又是我的航空系列了 那我今天要搭的是 我去日本从还没有搭过的 日本航空 然后这一趟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去快闪工作 我有口罩 然后还有戴那种口酒精的消毒 可能就待个两天就赶快飞回来这样 而且我的航空系列 好像这一集是第一次我在松山机场拍 我还蛮喜欢来松山机场的 因为离台北很近 对 进行车费简直就三分之一 对 三分之一的 我先check in 然后等一下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日本航空的一些小东西 超级轻量施工者 你怎么才施工金啊 因为东西都在你那边吧 器材都在我身上 加上器材的重量 大概其他5公斤都是我的相机 因为你的东西应该很少 而且我很怕冷 你很怕冷 里面很多长袖跟保暖衣 这件也是我们之前去韩国买的欧巴外套 下面就穿着雪裤 你这样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 我不给过 因为登进了6号 那里10点 先翻面 其实要不是票价关系的话 我超喜欢来松山机场 路关超快 就过来也很快 进去也很快 而且二楼还有很多好吃的 比桃园机场好吃吗 我觉得桃园机场就是垫肚子 就我每次看一看 最后我都点汉堡王这样子 可是这边是真的有进驻一些电视 我觉得是真的好吃的 有汉林茶馆 然后旁边是大兴 然后这边呢就是有一些装置艺术之外 因为还有一家很好吃的牛肉面电品川栏 我们上次不是吃过吗 对 我们上次就是吃那家 对啊 超好吃耶 我没有想过机场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就吃牛肉面好 我是已经吃过我陪你吃可以 好啊 好好啊 你们点的是这个 你们看这上面的油画看得都超好吃的 而且很特别 我觉得我自己身边好像也比较少听到有人搭日行 但我这次想要搭日行 一方面是我没有搭过之外 还有我之前有看一本书 它是日本定营之圣 它在它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有讲到说 它是怎么样把日本航空从2010年 濒临破产 然后到一年之内转亏为瘾 然后两年多之后就整个大转这样子 因为它是日本的经营资深 然后扶植过两家企业都入世界前500大的公司 然后我就看到这段故事 我就很想要来搭搭看日本航空 这跟所有关的部分 我就想说在影片后面跟你们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吃一下 松山机场的好吃的牛肉面 等一下就可以带你们看一下 就是曾经是日本 几乎是国营的航空公司的日本航空 它定位有点像我们的华航啦 嗯 有点像 连色调都有点像 色调都有点像吗 就是这个红红白 就是很日本国旗的那一种 会在查那个围棋百科 你在看 你在听我刚才讲的故事 是有兴趣是不是 对 我有看过道圣的福来本书 然后摊头现在要上了 哇 天下好好吃喔 起床等30秒 好 等30秒 这样子现烫这个肉就不会烂掉 对啊 现在是毛鸡模式 串尾串尾 对 串尾 可以给我网路 你看这个肉 它说等30秒就可以吃了 我想先喝汤耶 好啊 你先喝喝看它的汤 好好喝喔 好喝 好甜喔 真的蔬果的味道 好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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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日航的那个制服还有配色 好有那种日本好像90年代 或者是古早味的感觉 你有沒有都会觉得 对 因为他们的那个空姐穿的衣服是 有点像是战车掌的那一种制服的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这个底红色 对啊 我觉得它这个红色就是配这种红黑 就是它这样子有一种那个大人味的感觉 就是日本的大人感 而且我发现日航啊 我们虽然是从台湾出发 可是大概百分之八十七八十都是日本人 都是日本人耶 因为我之前搭其他的全日空啊 都蛮多台湾人的 所以他想说为什么 那我们台湾人不太当日航我也不懂 票价 嗯 票价会贵一点点 但是我们那时候在买这个票价的时候 它只比华航贵一千块而已 对啊 我现在很期待他们的飞机餐 哇好日式的餐店 就是这个 应该是蒸蛋吧 然后上面还有虾仁 这样 然后还有小外面 没想到台湾出发的也这么日本 然后加这个酱油 然后加这个酱油 加点这种 berry 甜点来烙 诶 这是牛蒡耶 然后现在最期待 我猜它是姜烧猪肉 哦 这个红姜味超浓的 老日式便当 而且是热的 我有猜对的就是姜烧猪肉 我觉得这好灵哦 对啊 像香菇 然后它还会用的 然后有一些卤柏青椒水彩 然后还有这种红姜 真的好 冷的调味很好 再调拌一点 最上面就有芥末 还有一些新鲜的葱 把它拌一拌 像这个 是蒸蛋 那米蒸蛋还要再硬一点 没有硬就是很有坦性 很像活动的那种蒸蛋 低级生一定要喝酒的奶奶 因为喜欢尾熏 然后就睡着了 我们现在搭完下飞机了 其他不管是座位的舒适度 还有服务什么都有在水准 然后它的飞机餐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 就是在飞机上吃到日本的家庭菜 我后来想一想我发现 诶 这个味道根本就跟我室友做的那个 姜汁烧肉一样啊 就我以前在日本念书的时候 有有这种感觉 有有有 因为他们的那个sauce 就是一样的sauce 而且它整个就是非常的中规中矩 然后每个地方都很仔细 包括那个安全宣导 也都直接宣导到最后 就是你要怎么逃生 这个真的是很少看到的 就是 我有看一下 它很有关谷航空公司的感觉 搭起来还蛮勤安的 对就是安心 但是也不会用 也不太需要特别期待什么 但是你就是很安心 哈哈哈 我们刚从以前机场下飞机 然后我们很崩溃 因为就是日本的电车实在太 太神奇了 就是它会在差不多的时间 然后同一个月台 但是有可能是会 往完全不同的方向 所以我们原本要来东京市区 差点到横滨 都是它啦 我被Google没回应 然后我们就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在跟我的以前大学朋友一起吃饭 因为我有两个大学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东京工作 感谢就我们来吃好吃的 Aaron还有日本小帮手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就是那个在某个旅游团也曾经看到的烂赏 哈哈哈 脚这么多 因为有一起来玩 所以就有这个缘分 然后现在就是 我的日本最前线的LINE AT 也几乎都是烂赏在回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在日本旅游 有遇到有一些问题的话 就是也可以加入我的LINE AT 总而我们现在来吃 因为我们真的是 到现在10点都没有招完 对 我们这趟过来是为了 发我们的奇甜 中的人 也太漂亮了啦 你们一定要打开来看 我可以现在把它拆开吗 可以 可以 哦 哦 我们是最早收到的 也太荣幸了吧 耶 我们的朋友里面应该最早收到的 哈哈哈 看这张 很有 很有我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的感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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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最早级的肉汁 游到最后级 哇 是油花 是油花 那这一趟就是我的日航来回飞行体验啦 那总结来说啊 我觉得日航他的特色是 他非常注重安全 我觉得他把他的心力都放在 让乘客感到很安心的身上 所以不管是他的说明 还有在我们上飞机 他就会跟我们说 哦也为了防疫需求 然后他们已经为整台飞机消毒啊 然后还有空服人员一定会配戴口罩这种 他们很清楚的跟你说他有做这些事情 然后整个飞行过程中也很平稳 就是一个闲内住的概念 他可能没有很光鲜亮丽 但是他可以让你很安心 整体的喜好指数大概就七八分吧 就是如果你很重视飞行安全的话 你应该会喜欢 那我最前面有讲到说日航跟那个 道圣和夫的故事啊 因为他原本就是濒临破产嘛 然后那时候道圣和夫他来接手日航的时候 他已经高龄78岁了 就很多人都跟他说不要啊 你已经78岁了 然后你要去用这个 然后没有成功 不是毁了他前面的一世英名嘛 但是他最后思考了很久 他觉得他想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 他不想要日本只有一间航空公司 因为如果说日航倒的话 就只剩下就是非连航的部分 就只剩下全日空系列的这样子 他觉得让日本有两间航空公司在 可以相互竞争 这个是对全体社会更好的事情 所以他最后决定接下这个重任 然后他使用他所创的阿米巴经营法呢 也是成功的透过改造营运管理 在一年内让日航就是停止亏损之外 两年后转亏为盈 然后还营收很多 营收了810日元之类的吧 所以如果说你们对这段故事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去找到圣和夫的书来看 或者是如果说你们对这样子 管理类型的说书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就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说你喜欢这集影片要记得帮我 在左下角按个喜欢哦 我们就很快下个影片见吧 掰掰 出等了 先打算一下 五点钟 现在已远景点